第六届高通台湾创新竞赛热烈争战中 今年高通台湾创新竞赛跟上AI浪潮 首度将竞赛主题聚焦在AIPC及边缘AI 期望能携手新创团队 推出令人耳目一新的AI解决方案 入围团队不仅能获得高通技术支援 商业辅导 还有一系列培训课程 专利申请奖励 以及高达40万美元的入围及优胜奖金 甚至有机会加入高通全球商用生态系 3月31日前报名 让高通在创业路上祝您一臂之力 即刻点击节目资讯栏连结 打开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 创业新生代带你听见创业新生代 无论是新发掘的创业之心 新创意见领袖的热门话题 投资风向 国际趋势 以及创业生态圈的最新动态 收听创业小剧Podcast 和新创在空中小剧 AI科技的应用跟发达 尤其是生成式AI这件事情 其实不知不觉这件已经改变了 我们很多生活习惯跟甚至是工作方法 包括我们在写企划的时候 我们在找寻一些灵感的时候 甚至在查一些资料 在进行研究的时候 都会希望有AI可以帮助我们 甚至今天的来宾在录音之前还教我 怎么样用AI把我的防纲写得更细 拆解得更清楚 让问题可以问得更具体 所以我们今天的来宾呢 其实是邀请到生成式AI年会的 两位发起人布丁跟李沐约 他们要来跟我们聊一聊 即去年做了一场非常成功的 大受欢迎的生成式AI年会之后 2024年第二届的这个生成式年会 将带来什么样的内容 然后当然我们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来 跟他们聊一下 身为两位活动的爱好者 但是本业都不是在办活动的人 为什么要投出这么大的心力 然后把这个生成式AI年会 办得这么的精彩 我们先请两位来宾来 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沐约先好了 大家好我叫李沐约 我们公司就叫做李沐约公司 那我们是2014年成立 所以到现在刚好10年 那我们过去9年 比较在提供大数据的服务 所以我们帮助像中华电信 远传电信 运山银行 等资料做内部资料的分析 然后帮他们建置客制化的咨询系统 那我自己的专长是在做资料分析 跟就是资料视觉化 我其实今天是跟沐约第一次见面 我之前都只有在脸书上面偷偷的仰慕他跟追踪他 但我刚刚突然好奇一件事 你公司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同事吗 有我们现在公司有两位同事 所以同事出去介绍自己的时候 也是说我是李沐约公司的 其实我觉得除了我本人以外 其他人介绍都还蛮容易的 就是反正就是有一个公司名字 所以别人很自然 别人很自然 我每次都会说 你自己小尴尬 我们公司就是用我本名 就是去银行的时候也是 我觉得这也是10年过去了 我觉得还是一样的 我觉得我现在还会再多加一句 就像是我们公司就是我们本名 就像麦当劳跟麦克西一样 直接先这个跟大家把话讲清楚 设定一下 对好 我也是 因为我都会跟人家讲说 陈凯尔其实不是我本名这样 好 那第二位来宾就是 认识陈凯尔超过15年的 各位听众好 我叫薛良斌 大家都叫我布丁 没有人叫我本名 我目前是Made Ending 这家公司的共同创办人 然后有超过15年的产品 跟运营的经验 我在2013年的时候 出售我第一家公司 后来是这个知名的 线上活动票物平台叫KKT 那之后我在2008年共同创办了 Infuse AI这家公司 这是一个专门为企业客户提供 AI平台服务的公司 有获得A轮的融资 今年初的时候我创立了Made Ending 我们在提供一个AI的特别助理 帮大家用自己的方法来自动化处理任务 也帮助大家成为更好自己 那我对深层事AI是充满热情 所以过去两年我们跟沐约 共同主办这个在台湾的深层事AI年会 今天也非常感谢凯尔邀请 然后可以来介绍年会跟深层AI周 今天还没有要谈布丁的新公司 我希望之后还有机会 就是邀请到布丁来聊聊 他接下来要做的这个新的项目 很高兴他名字里面有一个Meet 感觉就跟创立小区就特别的亲近这样 对啊一整个就是这种兄弟公司的感觉 我们可能还可以跟Meet Jobs这样 大家一起组成一个Meet联盟 好首先要非常感谢二位来上创立新生代 因为其实距离这个深层事AI年会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可以抢先来来跟我们透露一下 截至目前为止活动筹办的一些状况 那你们要不要先说一下你们两位 因为其实是年会的这个算是主要策展人 灵魂人物 然后你们也都是在这个不管是技术应用啊 各个不同的这个活动领域 都是非常热忱投入的 这叫什么领袖 我有看到我媒体报道用那个 开源软体领袖这个字眼来形容 形容布丁的这样 那就是布丁 对领袖英雄级人物 好啦这是说小 但是你们两位在年会之间分工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年会有几个很大要做的东西 就是一个是要找好的主题 然后我们要有好的 就是假如有好的赞助商 然后好的奖者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有东西一切要很顺利 工作团队 对呀 要工作团要很顺利 对呀那你们两个怎么分这么一大堆事 尤其你们都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啊 好的赞助商这边就是布丁就是主要负责 然后就是他帮这个活动找了非常非常多 很好的partner 那好的奖者就是我们两个一起在就是在吵架 努力 选秀 努力 选秀 努力定位的地方 那好的确保活动顺利 就是我在这边在努力的事情 哇OK 总招 总招 一句话就是总招 总招 那您就是赞助组 赞助组这样 对 OK 那其实我刚刚前面讲嘛 其实距离年会今年是会是在五月的时间 那现在其实还在规划的阶段 可是前期你们已经透露一定的讯息 而且已经卖出一定 哇我觉得真的是算是死众支持者很多 就是就目前活动透露的资讯 跟这个预计会举办的一些活动项目 老实说 有些细节都还没有公布 可是其实已经卖出一定程度的票了 非常惊人的成绩 那你们甚至今年还要扩大变成这个生成式AI周 这样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到目前为止 你会有哪些规划 不管是题目也好啊 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讲者啦 甚至是 我知道好像今年也会有摊位 对 那首先是 我觉得非常感谢大家支持 其实我们票已经快要卖完了 这是非常惊讶的 我们自己都非常惊讶的 换场地 千万不要听我乱说 这是害人的一种鼓励方法 那我觉得先从去年说 因为去年的时候 我们会想要办年会是因为 感觉大家都非常困惑 去年其实这样 五月办年会 二月的时候 木月来找我说 我们来办年会 好不好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办起来了 那去年大家都 还好你没有来 还好你没有来找我 因为我可能会一口答应 我会觉得还有三个月应该可以吧 这样我知道我明年也要找谁 那去年大家都在困惑 就是说 到底生成事AI这个浪潮来怎么办 所以我们邀请走在前面的人来示范 说可以怎么做 而不是说 就是只要同样时间 很多人说你就躺平嘛 对 躺平可能就会被淹死这样 对 那我们也邀请各个领域的这个先驱 他们已经用了 所以我们来请他们来展示说 生成事AI的可能性 那不管是这个AI代理人 从区块链做这个图片的防卫 然后NVIDIA来讲这个数位软身 甚至元宇宙等等 是 我们今年是希望说 可以来描 跟大家描绘从年会结束到 2024 2025会有怎么样的突破 但今年年会只有一天 所以我们今年也是跟这个 有时的关键评论网这边合作 我们共同主办生成AI周 是 我们期待的是这样 年会只有一天 但我们邀请更多伙伴来参加 更多形式 可能有讲座 社群的分享活动 发布会等等的 那其实这个台湾有很多公司 去年到今年都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我们期待他们可以来活力展示 不是只有我们在办 所以比较像是这种 这个嘉年华活动这样 这是我们期待的 可是这个延续到 对不起 我一天到晚喜欢插题 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就是我们刚刚前面 录音前我们一起吃了一个午饭 然后我们其实也有聊到说 有时候办活动 我们最怕最怕 人家来 就是我们原本期待 人家来武力展示 结果最后 他们变成是来卖产品的 那这样 你们在活动设计上面 会怎么样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呢 我们其实那个活动 除了那个就是大家投稿 然后我们会审 然后我们会很积极 在问对方问题 我们其实每个讲者上台之前 我们都是要就是要彩排的 然后我们彩排花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彩排基本上就是 我觉得彩排其实对 也不是只是我们去看 讲者讲什么内容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个机会 让讲者在真的上台之前 他自己讲出来 他自己可以听 听得到一遍 然后我觉得我们 是这样子办 我们每个月 跟就是去年的活动 然后我觉得效果蛮好的 就是真的让讲者 就是在上台之前 也可以先知道说 就是观众想要听的 预期会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待会可能可以 请你们再进一步的分享 我想先问问看定位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自己去看了一下 从观众的反应来看 我觉得蛮奇妙的 就是有些人觉得说 他获得的是这个 比如说比较启发式的 想象式的 他可能听完一整天的年会之后 他可能对于这个 深层式AI的 未来的发展性等等 他可能建立了一个 很宏观的想象 但是有些人反而 从中得到的是那种 很具体然后比较小的 比较属于这种 可以立即上手的takeaways 两种声音都有 都是正面的 但两种声音都有 但对二位来说 你们对于年会的定位 会是什么 你们希望是点燃大家脑中 对于深层式AI的 那把火的那个火柴吗 还是说你们希望是 送他一个打火机 随时要火的时候 他都可以点燃 你们对于年会的定位 是哪一个 我觉得提出 就是点出这两个方向 其实这真的都是 我们非常非常看重的 一个是我们会说是叫做 比较像7AI 你是看别人 已经做到什么程度 那我觉得看别人 真的蛮重要因为有时候 就他们就走到比较前面 所以你有一个方向 所以就是往那个方向 那个是可能的 对 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别人看那么多 那你自己实际上 自己的技能 到底有没有提升 就是你自己 这个周末回去 礼拜一上工的时候 你自己有没有变好 所以这个自我的提升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换 那我们今年在活动的设计上 在年会当天的一层 会特别注重在企业的案例 我觉得会是一个方向 然后会把这个手把手的教学 怎么样自我提升的这些东西 放在生成世代类里面的工作坊 所以假如你对 比如说我想要提升 这个东西有兴趣 我想要上三个小时 跟就这个领域 就会教的老师学习的话 我觉得就是今年 我觉得稍微不一样的东西 那今年在年会本身 我觉得除了看企业 就是走的比较前面的企业 他们是什么样导入 然后他们遇到 什么样困难之外 我觉得另外也有两个主题 是我自己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其实非常就是有兴趣的 一个是说就是生产生AI 势必带来非常非常多的改变 然后我们都讨论到教育 我们的小孩该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也会回归到 我们每个个人 其实我们大人本身 也有很多的学习要做 所以我们一个作为一个个人 怎么样用生产师AI 可以做到 我们原本做不到的事情 我觉得会是一个 像是可以自我超越的一个主题 然后还有第三个 就会是 是我自己也很期待的是说 到底这个生产师AI 它带来新的可能性是什么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在做一些很酷的东西 那我觉得 假如这些很酷的东西 可以在这个舞台上 被大家看到 大家可以把这个启发带回去 我觉得会是一个 会是一个非常依赖你的经验 对的经验 所以这个方向设定是你们两个 这方向设定是我们吵了非常多 我已经忘记我们吵了多久 所以你们企划的工作方法 就是吵架这样 很激烈的讨论吗 对啊 很激烈的吵架很重要啊 就是这样才会有火花 对啊 那不然就那样嘛 对你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期待 同意 这样去把设定出来之后 往下 因为其实刚刚沐月有透露到一点 就是你们会经过这个 针对讲者的部分 你们会进行征稿等等 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过程 因为我其实是有在脸书上面看到 你们 其实这个活动的构成 是一个非常像社群来打开 跟这个共创的工作方法 包含了愿意参与年会筹办的这些 今年的工作小组 工作团队的成员 不是职工 而是工作小组的成员 也是其实某部分也是对外募集嘛 然后甚至像对于这个 speaker部分也是对外增稿 可不可以我们讲讲这个流程 你们是怎么做的 没有问题 就是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年会 可能让就是讲者跟观众 有一个互动 我觉得蛮有趣的地方 是说我觉得这个 我们大家都对于这样的舞台 什么东西是OK 什么东西不OK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共识 比方说可能在 就在这边 就是假如你只是要promote自己 说你自己很棒 或是你的公司产品很棒 的话 不会是 来卖东西可能不会是 不会被你们所选择 就是你会可能 还是你们会调它的方向 我们一开始在争选的时候 就会说明 所以这可能不是我们大家 或者喜欢的方向 然后我们也会有彩排 也会说明 然后假如真的没有 你当天突然偷渡的话 你下台 你可能也会被大家 精神上谴责这样 精神上谴责 我觉得刚刚是负面表例 我觉得可能真的要的是说 假如你在台上 只有四分钟的时间 或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怎么样最好的 使用这个时间 把你遇到的经验 在开发上 你花了很多时间 可以用这十分钟的时间 可以移交给台下观众 然后让大家是可以 节省时间 然后避免 我们说避免踩雷之类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一方面对这个东西 有很强的共识 然后再来是 我们在过去一年 其实有每个月的活动 所以我们这样也是 汇集了大概一百多场的 深层世界海外观演讲 所以台下很多的观众 其实都是过去的讲者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 蛮好的Dynamics 意思是说 就是他是一个台下的人 真的懂你在说什么 所以叫你真的 就是台下不是泛泛之辈 你不要把你买 起来欲买 所以你一方面 就是我觉得 就是你这样真的也会有压力 然后这个压力 就老实说也蛮大的 可是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正向的压力 让台上讲者会 真的很认真准备 专业的压力 就是下台之后 下台之后 然后就没有人鼓掌 什么 已经鼓掌到爆了吗 我补充一下是说 像我们去年的时候 就是去年的时候就已经遇到问题 就是选稿只有两个人 我们需要中立的第三方 所以我们中立第三方 那时候是找去GPT 然后给他一个Pump 然后跟他讲说 那你帮我们看看这个分数几分 这样 真的很烦 这个人叫我用AI 帮我把仿刚写得更好的人 就是他 然后他现在连选稿都要叫去GPT做 那像今年我们收到更多稿 今天我们今年其实收到了 超过80个投稿 这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 也非常惊喜 那我们做法是这样 就是基本上我们是先选 我们想要听的题目 就是符合刚刚一开始设定的那些方向 比方说可能我们想要有教育类的 是 对 然后我们找这几种投稿适合的讲者 那我们在确认这个讲者之前 我们可能会跟他们做一些沟通 我们可能更希望多讲一点什么方向 然后或是如果是第一次投稿的人 通常的活动可能会先讲一下说 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全GPT 我们就是跟他同步学 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进入你的分享 进入你的 你看到Bandpoint 你看到未来是什么样子 那这时候我觉得就有机会跟他们重新行述 这个他想要分享的内容 所以当然的讲者最重要 一个他有这方面经验的人 所以他更知道怎么去 他对这个更了解 别人会更了解 那但是我们协助他会是说 那对于这些人 你应该讲什么样的内容 会是讲点我们不知道的嘛 是 对讲点我们会 都会感兴趣都会共感的 比方说像刚刚的教育题目 或是未来的题目 或是不同领域的题目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身为活动主办人 我们又很担心 我们对于很多东西的设定 会受限于自己的经验 跟自己的所知嘛 对 那我觉得好处会是说 我们可以更早的跟他们讲说 我们知道的 来的人的组成 大概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像刚刚穆月讲到 我们陪他们做这个试讲 那往往是这样 就是因为你了解的太多了 对 所以你自己都觉得 很多事情是理所当然 但你公司的人 听你是讲大概没有用 因为他们也在这个领域太久了 那一个外人的时候 就会问出很多 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 甚至可能 因为我们可能看过很多其他的 像这样 我们可能有一些处理榜中的回馈 这都会让最后的延长的品质更高 这样 所以难怪这个筹备期需要 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也需要这么大量的增高 对啊 所以比较不像是 就是讲者决定要讲什么 他就讲什么 所以我们应该是非常充分的 跟他Q Ray说 甚至其实是 我们可能会跟他讲说 上一个讲者可能会讲这个 所以这边可能不用讲 对对对 也才不会有重复的 对 去年来说就是 我们会有讲者 在上台前还是继续改稿 因为他发现说 什么 就是这个三个人把我的东西 差不多讲掉了 去年就是上台就是 好几位连续的讲者的 那个就是前后都非常好 然后后来就觉得 怎么会这么刚好 他后来就说 就是他在讲的时候 我发现这部分我不需要讲 所以我就真的是删掉 所以真的是改到最后一刻都 可是去年有这样的 这个事前对稿的过程吗 有 就即使是 但是因为每个人回去的时候 你知道吗 又偷改 当天晚上 然后又想到说 我还可以再怎么样讲得更好 再加一点 对 这边再多加个转音 跟R&B之类的 AI的领域 我觉得也是跟其他主题的 演讲不一样的 AI领域真的动得很快 就有时候 可能真的是活动的前 没有太久 又有新的东西 又有新的东西 OK 所以这完全是动态调整 不过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也很棒 是说 即使在去年那样的情况之下 这些 来分享的人 他其实真的很愿意投入 然后并且配合这个活动 甚至配合是听众 想要听的内容 还有这个实用性 然后随机的做调整 所以看起来那个 那个向心力非常非常的好 这是我自己最喜欢这个 就我个人 我觉得我最喜欢这个活动的地方 就是大家真的有公司说 来这边是要给东西 然后大家对 因为其实我们活动也不便宜 所以我们大家对 讲者要给什么样东西的品质 我觉得大家都是有一个 很高的共识跟期待的 这是讲者本身也知道的 所以这是我自己 会很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的原因 便宜 很便宜 买越多越便宜 你干嘛 在这边干嘛 买越多越便宜 你是有多少 你现在是还有剩几张票给给你 老黄在NVIDIA 好你们在去年的采访里面 其实有提到就是 投资一个产品的最佳时刻 是在它差一点点 就能进入商业领域的时候 那我觉得当然这句话 在去年的时候提 我想大家应该真的 能够感受到那个 兴奋 不安 越越欲试 或者干脆躺平 可是又不甘被淹死的 各种复杂的情节这样子 今年我们还处在 这个最佳时刻嘛 甚至是AI来说 然后或者是说 当然我自己的内心答案是 似乎还是啦 因为你知道 瞬息万变的东西 没有那么快就是 该官论定 可是我另外一个担心就是 那这个最佳时刻 大概还有多久的甜蜜期 我觉得这分两个方向来回答 第一个会是说 我从一个问题开始好了 我上个月的时候 看到有人讲说 最近生成式AI 好像比较不那么热了 对然后看了就像 我想的是 因为我在这个浪里面 在浪里面的人 只有感觉事情变动的更快 这显然比 比如说去年五月 变动的更快速 但你知道可能因为太快了 所以对于外面的人 没有感觉直到 比如说你看到像 OpenEye推了Sora 然后过来就发现说 所有原本在做什么 突变影片的人 这个都非常危险 对 但让外面的人 可能会觉得说 好像没有 这个直到下一波浪 把你的东西冲垮之前 你可能没什么感觉 就是一个更大的浪 或者另外一个温度的浪 对啊 所以我想 生成时代的速度 只会变更快 然后因为 这个各种的投资啊 钱啊 放在里面嘛 所以我觉得 这首先它是变更快的 那我觉得 这都是一个好机会 那但是以公司来说 我自己觉得 如果公司没有 如果现在还没有任何 在应用的话 甚至是规模性的应用的话 我觉得是慢了 就是你知道 你现在是这个 比潮流慢嘛 这是一个 我刚刚口中一口咖啡 穿嗆的 对 我有看到视觉画面 我自己看着视觉画面 心中一惊 对啊 甚至有很多 这个你可以看到 很多集团 都在用不同的方法 做集团性的导入嘛 或者是这种 这个很多的领域 是直接受到冲击 比方说像客服 我觉得很明确的 就是有各种 这个客服的应用案例 对啊 那以集团来说 慢的话 我们其实希望 其实在年会上 我们今年其实可能 比方说像去年是 很荣幸是 Amazing Token 来跟我们分享 有些人会告诉我们说 但我们不是 Amazing Token 对 那我今年我们 其实会希望 邀请到更多 不同的公司 可能来分享他们 甚至是个人 他们怎么样去 做这些的 我们所数为转型 或者是组织的改变 对我希望 有更多这样分享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那不是只有一家 两家公司 都可以做 甚至是 别人怎么做 怎么做会成功 这样 这是我希望今年 更多分享的 所以如果回来这个 是最佳时刻吗 我觉得最佳时刻 可能有点过去了 但大家如果没有用的话 好处是这样 就是 你没有买到 第一波的家电 你就是买到 更成熟的家电嘛 就跟这个水波炉 你不用买第一代 你可以买第三代 你刚才说Vision Pro就好了 对对对 可是延伸哦 那这样对你们活动 会不会有影响 就如果最 那个甜蜜期 或者是最佳时刻 我觉得直接的 直接可以描述的事情 就是如果你觉得 这件事情已经过甜蜜期的话 你为什么会那么多人来买票 是 对不对 我觉得这有个直观的答案 大家对这件事情 还是非常感兴趣 想要知道更多 而且 回来那个票价的话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 因为它有价值 而不是价格因素 对 你知道你需要它 OK 回到活动这件事情 因为其实 我知道你们两个人 对于某一些技术也好 大数据也好 AI也好 你们都是那种 传道士的那种精神跟角色 一个好的戏 你们就愿意 好好去推动它 甚至像我们前面吃饭 的时候木月就说 他去年在谈 为什么要半年回的时候 其实就讲 因为我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 没有人办 那我就自己来办 完全是一个 很理念驱动的一件事情 那不管是倡议 或身体力行的事情 你们都做了 但是驱动你们 真正跳下来 主办 主办这个活动的因素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 单单的只有说 因为我想参加一个这样的活动 所以我就跳下来 跳下来 那个驱动到底是什么 理念吗 就这样 我记得我们在2022年 就是办第 我们其实是那个 去年是第一节目 我们其实是从第零界开始 算了 我们在2022年 12月办第零界的时候 那个时候 原本一开始是想说 那我们就来用个 就是我那时候 刚刚学到一些新东西 就是我们来用一个演讲好了 然后还想说 一个人演讲好无聊 我讲我 我很想有好几个朋友 我其实觉得他们在做蛮酷的东西 对 我很想要听他们讲 我不想要就是只有一个人讲 然后所以那时候越越越大 然后后来就变成一个 九个人十个讲者的 的一个晚上的活动 你知道那是三个礼拜前 有个人说要办活动 对 所以我就说他在办第一届的时候 他提前到三个月前告诉你已经 我觉得我们的行动力很快 那个ShotGPT11月时初 我们活动办到12月 我后来去检查 我们是全球第一个 ShotGPT有关的conference 这么理念性驱动 这么有行动力 我为什么不去盖庙呢 我觉得现在 现在做这种宗教的生意 某种AI的 我觉得可能会 可能会蛮不错的 那也是量子力学吗 对 所以 不是啊 就是随机啊 随时不觉量子力学 就是随机 重点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李牧运会 这么认真的回答我这一题 对 所以你觉得 你觉得真的就是一个这个无心插流 我觉得有一个很强的出发点 然后我觉得这跟 可能我先从我自己的角度打 然后我觉得这跟可能其他 就是现在 现在也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AI活动 我觉得这个AI活动 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就是我们主办人 自己是很渴求 想要知道 很想要知道来的讲者讲什么 我们不是只是安排一个很有名的讲者 然后讲一讲就好 我们是自己很想要听 这一个讲者 要在这边讲的题目 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东西驱动了 我们办活动之外 我觉得也很驱动 我们在跟 讲者设定题目的时候讲 所以你不要讲一些很简单 很简单 我自己其实都知道 我很想要听 你在你这一家公司 做了什么样的东西 是我一直知道 很有兴趣 然后 我可以借这个场合 终于可以请你 来讲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用在 去年 就是我们 我很久就知道 Amazing Talk在做 就是很有趣的 就是企业专心的东西 然后 所以我们也邀了非常非常久 终于在 五六月的时候 邀到他们的部门主管来 然后在年底的时候 才真的邀到他们的创办人 本人来我们的活动 这都是我真的个人 我真的好想要知道 就是拜托 你来这个活动跟我们讲好不好 这样子 那到了第二阶 这个求知欲的驱动 我觉得我们 还没有交习这样 没有耶 我觉得有很多人在做一些 我真的听了很 很想要知道的事情 然后我有时候在跟 一些讲这彩排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真的 虽然花很多时间 在过这个东西 我们可能十分钟的演讲 花了半个小时之类的 可是就是我觉得可以跟他 跟真的在做的人聊到 我觉得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 我举个例子 那个 很想吃佛跳墙 跟自己 进厨房 自己煮佛跳墙 是完全两件事 那你看 尤其像佛跳墙 可能是一个成本高 售价也高 的一道菜 回到年会 回到活动 就是你看 付费型的活动 其实在台湾是不好做的 做活动本身 就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你搞定人 场地 时间 讲者内容 体验 展示 布置 无感 对不对 任何视听设备 everything 这件事情就已经复杂了 然后 你还要再 掺杂一个 付费 付费 大家就会有想到 要对价 价格跟价值 这件事情 所以我常常都觉得 对 回到前面讲的 付费型活动 在台湾 真的是不太好做 那尤其如果当你的价值 价格不低的时候 那知识又是一个 很难估价的东西 他有时候是很主观的 比如说听 我听布丁今天讲 跟我分享的 可能是随口一提 如何用 用Notion AI 或者是用Track GPT 然后帮助把这个 Questions behind questions 写得更好 我可能在那个短短的瞬间 三分钟五分钟 我就把 我就觉得我学到很多 但 这个技能 对有些人来说 他会觉得 干嘛 对 他可能就没有必要 所以 我觉得怎么 让消费者 接受你们的定价 接受你们的活动 接受你们的定价 而且让他们觉得 我花这个钱 值这个价 甚至是物超所值 这个比较进入 办活动的 这种技术型的问题了 你们 你们怎么看待这件事 所以我也跟大家 那个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 这个相当的价格是多少 所以我们有那个 年会 对 年会我们现在是五月一天的活动 它的价格现在是四千五 对 这其实是偏高的 它是偏高的定价 一天的活动 然后我们 剩下大概十几二十张 等一下 有人 有人在麦克风的后面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露出那种 会吗 会很高吗 这样的表情 等一下看布丁 针对这件事情怎么说 然后我们也有每个月的 我们叫 German T.V.I.的 Meetup的小剧 这小剧 一个晚上 一个月一次 一个晚上 然后大概是三个小时 两个小时 半三个小时 这个票价 现在是一千二 那我觉得我们 有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真的很感恩的是说 就是 老实说你票 就是你随便 就是定一个价格 那是你的自由吗 可是我觉得 我很感恩的是说 我们就是 在定这个价格之后 我们背后有一群 社群 就是很认同 也很支持 就是这样的活动品质 跟对他们来讲 这样价格是有对他们来 带来价值的 所以 不管是小剧的票 或者是年会的票 其实卖的 就是速度是非常非常非常快的 我也看到不止 就是一次 就是很多人在 在Facebook上 分享 就是说 这是他们参加过 品质最高的 这一个社群 然后所以 我觉得在这个层面 我觉得我很感恩的是 我觉得 除了有把东西 做出来之外 我觉得 这是真的有被一群人看到 然后他们会持续来支持 然后我觉得 这是我们可以 继续续办的原因 怎么样 你刚刚对于 听到说 一天四千多块 是偏高的定价 这些事情 露出了一种 我觉得蛮便宜的 来说说 你是对比 比如说你对比什么类型的活动 或是对比哪一个市场 你觉得蛮便宜的 你知道那种 医生 然后一天 的那种活动 可能价格是五六万吗 医生的哪一种 一天的活动 医生的研讨会 不是 研讨会 对 技术研讨会 一天可能是五六万 是 然后也是这种 非常多人去参加 那我觉得回来的会是说 就是 或是我们说 Tiffany Coach Chanel 对 对啊 那除了品牌之外 就是这样的品牌 然后以及说 他们在卖出去的东西 不只是 价格本身 或者是商品本身 对 对 而是这个整个的 就是价值 体验好了 是价值 体验 对 那我期待会是说 首先我们先把价格 设定在一个 比方说像你刚刚说的 好 略有高价 那所以大家会有什么期待 嗯 你用这个角度去思考 对 期待会变高 那因此我们对于 讲者的 期待跟要求 也会变高 嗯 那当你有一个 我对面就是一个 N属性的人嘛 对 就是 当你有一个 这么好的舞台的时候 你知道说 来的人 是愿意付这个价格 来获取你的知识的人 嗯 那我们的speaker 水准也会变高 听起来 比较这个 策略比较大胆 这样 就一开始就是相信 我就是要推出一个 这个定价的产品 然后 先用这个定价的产品 去 去吸引了 接受这个定价的人 那我在针对 这一群人 去做出 去推出 真正能够满足他的产品 是这样吗 我这样的描述是对的吗 我觉得正确 就是说 我们会想要的是一个 我觉得你刚回答的 你说这个付费活动 在台湾推广不易 那我会想象的是说 在这一个价格带 台湾人要什么 我们卖什么样的 一个活动的产品 对于大家来说 是最后会是 买了之后 还是会觉得是 无超所值的吗 嗯 我觉得我刚才有提到说 我们就是很多 与会者说 就是这是他们 自己参加过 品质最高的 社群活动 然后刚才也有提到 价值 我觉得我可以 稍微说明一下 对我来讲 这个具体的价值 会是确切是 真的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个意思是说 假设你只来 十分钟好了 那想着怎么样 在十分钟内 可以给你的东西 是让你回去 你可以节省 你自己的时间 我假如人生经验台 我就不是在 可能就不需要 自我介绍 也不需要跟你讲说 touch p怎么办 就直接切入重点 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然后十分钟是这样 再一个十分钟是这样 那所以一个 晚上两个小时半的活动 假如全部都是 大家想办法 把他们过去几个月 遇到很雷的东西 都直接跟你分享的话 我觉得这是可以 省掉真的很多很多时间的 就我完全可以认同 因为我作为一个 我们也是大量 而且长期在透过活动 这个形式 在不管我办的是收费 或者是免费的活动 我们大量都在 透过活动这个形式 来传递价值 传递知识 交换机会 然后促进交流的人来说 我完全认同 你们想要做的事情 跟你们所信仰 还有想要传达的价值 可是问题就是说 这是一个施与寿 两端 施与寿跟勇夫 很多事情还要看接收端怎么想 比如说像多年前 我们是做杂志的 就有些人会觉得说 一版杂志怎么这么贵 可是也有读者 他会觉得 当然我们作为 我们这个杂志的编辑端来说 我们会觉得 我们所有的同事 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每个月 都是用同样的认真 跟同样的心力 在编辑每一页 对 但是问题是 有的读者 他可能会觉得 杂志怎么这么贵 这本里面只有几页可以看 反过来也有人的声音是觉得 这本杂志 我花这个钱 如果我只要有 一个cover story 对我来讲是有帮助的 那我觉得就值得了 所以价值这件事情 有时候还是要看接收端 他自己怎么去衡量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就是最难的事 我其实非常同意 我会想说 就是比方说 可能日本怎么会有 这么多好吃的拉面店 台湾怎么会有 这么多好吃的牛肉面 我有时候会想说 这一定是 就是我们活动办得很好 我们这样子要得很好 可是老师说 我觉得谦虚一点想 我其实觉得 我们是真的很有福气 可以有一群 就是很支持的接收端 很支持的人 可以试货 然后愿意支持 我觉得我们才可以 继续提供 这么高品质的活动 因为假如没有这些人 这么喜欢喝咖啡的话 那你开再多咖啡店 你再怎么准备 很棒的豆子 其实也是没有人试货 所以以这个层面 我觉得台湾 真的有一群人 他们在不同的行业 在很努力 在做生产式AI的开发 然后他们在最近一年 他们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重要到他们会愿意 花时间跟花钱 在这上面 我觉得我蛮有福气的 我一直跟沐约 还有布丁说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 很像是把这个 明明是side project for me 我一直觉得他 比较像你们两位的side project 明明是side project 可是你两位 把它当成一个正式的产品 在打造 所以就是我们从创业的角度 跟市场的角度 再扩大来谈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 只是在谈说门票 然后消费者能不能接受 跟消费者得到什么 这个比较单线的问题 但把它扩大来看 就是我们讲一个 一个理想的活动产品 跟一个理想的这个活动生态 市场生态 你们理想中的这个活动 活动生态跟市场生态 会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们做 有设下一些基本的原则 例如来帮忙的人 我们一定要给他对应的报酬 等等这样的坚持 所以我相信你们对这一整件事情 都有一些比较完整的想法 是不是请默月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活动 开始收比较高的费用 然后所以我们就会有预期说 它会有该有的品质 那我们为了要达到这样的品质 我觉得除了设这个价格之外 我们真的花非常非常多的心力 确保这个演讲的内容 每一个环节交流的环节的体验等等 都会是好的 那我觉得也因为这个价格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稍微有比较多资源 可以花很多能力在不同的环节上 比方说其中一个我们前阵子的设计 想要让大家可能更在交流时间 可以人跟人聊天比较不尴尬的东西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社群的名牌 上面就有一个你自己生的 就是可爱的小图 然后你遇到另外一个人就可以说 你这个图是在生什么 然后你就可以稍微可以聊天一下 那就是整体来讲 我觉得讲到理想中的活动 神态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今天 想要搬生成诚AI之后 我觉得也有关系的是说 我觉得我有意识到生成诚AI 它是会有很多种形式 影响到很多层面的 那我们在年会里面 当然就是以最适合在台上 演讲700人的方法 给大家就是这样的形式 可是可能有一些层面 是我就是想要学习 那学习它应该不是一个30分钟 可以帮我对方 学习可能是一个七八十人 在一个教室30分钟 三个小时的workshop 然后我们也有 就是它可能是比较偏交流 那交流我想象就可能是 大家手边有一个就是啤酒 然后或者是烘酒 然后大家可以聊聊天 比较casual的产生一些connection 或者像是一些hiker song 或者像是生成AI 我们都知道这个生成图片 是很多很多图片嘛 这个可能也不适合在台上做展示 它可能适合的方式 就是一个画廊的方法 做呈现等等 所以我觉得今年扣回来 生成是AI周 我觉得真的是因为生成是AI 有很多的呈现的面貌 也有很多不同的形式 所以我们想说 假如用周的方法 可以呈现这个不同的形式 给很多元的会众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蛮理想 可能是一个最好的 我们会想要尝试的心态 感觉是试图还是用 价格跟需求之间的对等 然后来驱动一个 比较健康的活动架构 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想要周 而不是只有年会 因为我觉得年会是非常局限性的 就是它可以启迪大家 然后大家听完 可能会有些行动 但如果你想要去学习 对啊 如果你就是想要 生完活之后要录影 对对对 没错 或者是 我觉得有更多的想象是可以在 我觉得要 就是生好营活嘛 对大家这个发生 生完营活之后才可以考机嘛 才可以煮泡面嘛 这样子才可以去弄 才会有人来卖啤酒啊 对啊 对你们还有摊位 对不对 你们摊位是开放给谁来参展啊 赞助商啊 就是纯粹是赞助商 对 OK 所以你们不是那种展览型的展 不是卖展位 而是卖赞助型的位置 因为我们现在才三月 我觉得不好说 不好说 我不知道旁边的人会干什么 但是还有两个多月嘛 时间还蛮够的 要做也不是不行 可是就是我们对周的想象 我觉得在某种层面 它不是一个实体的摆摊 可是就是对周的想象 就是基本上 假如你的公司是做跟生产式AI有关的东西 你有某种希望大家体验的方式 那都会很欢迎来我们的生产式AI周 就是趁情一个活动 那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你的活动把关 可是我们会帮你导流量到你的活动去 然后我们事后再问大家 所以大家就是对你的活动的感受是怎么样 对我们一开始最想到的就是 我们就弄个形式力 让大家把自己的东西贴上来 对自己投入共创这样 对啊 不可能照你们两个人的个性 你们一样做越来越多活动贴上去 你们又要这样一个一个进去吧 不会啊 我们现在真的官方的就是 我们把官方顾好 那其他就是欢迎大家各自展开 OK 个人造业个人单的概念 没有啦 就是 它的正面的版本 百花其放 但是因为官方在策划活动上面 有身体力形设下了一些水准 所以当然也会希望说 非官方的活动 如果一起就应进来的话 其实一样可以比照这个水准 跟这个品质 deliver出来好的价值吗 我们可以顾好的就是官方的 所以官方我觉得我们有一个 还蛮就是对齐的水准 然后我觉得非官方的 我觉得从这个层面 我觉得作为主办人之一 我觉得我其实蛮期待 有什么东西是我不知道的 就是搞不好有一个很棒的 就是活动形式是我 我现在还不知道 然后可能我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surprise就是会有好的 可能没有那么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 塞一份 每周都有surprise 我们这个每个礼拜都发现 什么原来有这个 也有想要办活动 对 所以期待 我自己会蛮期待的 好 我一样是从去年的采访里面读到 就是说 某程度你们设定对年会的期望 或是说 希望可以从活动端去带动 产业的变化 是希望你们有一个自我提问 叫做 你们会想要知道 用这些工具达到了什么 那整个台湾的企业或新创 如何用这些工具做得更好 甚至想要简合看看 有没有创业家用生成式AI 突破语言隔阂 能够出海打架 那你们觉得这个目标 如今此刻你们达到了吗 或者是说 他目前的进度怎么样 我觉得都有在发生 但是实话实说 勾引 我觉得比想象的慢很多 Why 对我其实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Centerman 他回到OpenAI 他有一个Podcast访谈 对 他谈到这个人类的惰性 就是你一开始 他就举例说 比方说一开始 大家会看到有优福 然后大家非常恐慌 过两个礼拜之后 大家都回到正常人生 GPD也很像 是 天哪 这个AI要来抢走我的job 然后过两个礼拜 回到正常人生 但你希望大家保持 保持难道是警觉吗 还是好奇心 还是 我觉得是 比想象慢 意思是说 比方说我看到很多新创朋友 或者是 我有交流的一些 这个 比方说 ANA的伙伴啊 之类的 聊到都是可以做什么 然后怎么去 去做衡量 比方说 有些人就开始用 人均产值 然后来算说 每个人可以contribute 是不是 透过这些工具 是不是可以contribute更多 我觉得这非常明确 然后以及说像 这个有些人 就是内部自动化 做得非常积极 像去年的MainToken 然后以及说 一些新创伙伴 然后像 我有看到像 那个爱料理FARS 就是他们那个 开始这个 把一些师傅翻成 多过语言之类的 对 我觉得这有在进行 或者是 很多的媒体公司 在大家没有看到 状况下 但很多的 生成室的事情 在进行中 例如数学时代 有一个AI的虚拟主播 对 魏时代小姐 有我听 对 但我觉得不够快 就明显的 就是可以更快 或者 我觉得台湾很多的 新创公司 最后再做东西 买给台湾人 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 就是你有一个 这个很好的机会 是 我去年会说的是 你除非是故意的 不然换你网站 没有到底 没有把过语言 因为做这件事情的 成本非常低 然后你的各种的媒体 就是你只要把它 翻得比 Google Translate 好就好的话 这件事情会非常简单 对啊 但我觉得这很多事情 没有发生 这样 好 因为实在是时间的关系 不然这一题 我实在是很想 继续问下去 这样子 但是我只要问下去的话 我们接下来两位来宾的 下一个月就会迟到 好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机会 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个题目 再约两位聊一聊 所以最后一题 我们再回来年会 就是这题是不是不该问 募约啊 因为听起来 他是那个在 极短的时间之内 还是会蹦出很多性想法的人 但是要问 就是在年会发生之前 你们还有哪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因为就目前为止 好 我知道你们票 其实也所剩无几了 然后好像赞助的状况 也都还不错 你看针稿也针了这么热烈 然后甚至AI周 感觉也会如火如荼 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预告一下 在年会发生之前 还有哪些重要的事情会发生 我们票其实已经没有剩很多了 然后 这很帅耶 有人在那个农历年前的 就说我们年会已经停止赞助了 要赞助去赞助那个周的活动 因为我们赞助满了 然后我们讲着礼拜天 就是这个 就是现在录音的大概三天前 我们也告一段落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往前 剩下大概两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就是在专注 把生产4AI周 里面很多样性的活动 我们就在找 所以还有没有一些 就是伙伴是在做生产4AI有关 那不管他是希望 是用画展工作坊或黑客松 各种各样的形式 我觉得我们都会 今年会非常欢迎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 就真的是共享胜绝 就是我觉得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办的 就是很精彩 所以可能剩下两个月对我来讲 就是找合作伙伴 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对啊 我觉得扩大影响力 就是说已经确定我们这个年会办的成 周也办的成 那剩下的就会是说 怎么样大家参与都很开心 有收获 然后让音配更好一些这样 所以接下来就是备料 找厨师 进厨房 把菜炒出来 然后一家烤肉玩家香 一家烤肉玩家香是很好的表辑 扩大影响力 扩大影响力 好啦那所以接下来就是 真的是关起门来要好好做饭的时候 就是期待两个月之后 5月25号的这个深层市AI年会 以及 我们应该还蛮open kitchen的 所以应该是打开门好好做饭给大家看 打开门好好做饭给大家看 OK 好那还是一样 就是到时候在这个正式上菜会 在5月25号的深层市AI年会 还有期间的这个深层市AI周 都会有非常精彩的料理 就感觉好像是在帮爱料理打广告这样子 好 本来今天非常谢谢沐月跟布丁 来到创业新生代的节目现场 来跟我们聊聊2024深层市AI年会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当然我们也讨论很多关于活动的事 甚至关于深层市AI在产业的应用 感觉都还有其他颜色的题目可以谈 当然还有就是那个布丁的最新的公司 所以我们先预约一下 之后的节目应该还是有机会再邀请二位 一起来再来跟我们聊聊天 每周天一集认识一个创业新生代 我们的节目每周三固定更新上架 记得大家追踪订阅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关心创业的朋友 让更多人听见创业新生代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